他回来,他说为什么不回来,我说他回来他怕你根本要钱,然后说他在这儿他就三万块钱,他就三万,他大概三万零个几个钱,他说三万就是他有这钱,但是有五万,他肯定就说五万块钱你走走,他肯定是这个,他就三万多钱,我一朋友他也给过钱,那个吴公飞唱歌的, 嗯嗯,可是吴公飞说,我这出唱片,是不是出单集出不了,我说也不认识我,那我去找他,见面给我五万块钱,出单集就,他比较就是有点作家的天真的故事,像这些事都不是作家干的不来,如果我说另外一个作家干不来,那不是很多的作家,是今天人生的,尤其是别人的今天人生的, 嗯,马莉安你给个结论吧,你觉得这俩人的关系,让你有什么领悟吧,或者感觉? 嗯,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相互利用,相互利用,你比如说,你不能说是黄岳王,黄说演藏事励,黄岳王去通过影视这个词去宣传了, 因为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影视是没人写的,大家认为影视是个剧作家很丢人,你也是作家,剧作家地位低,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写剧本,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这个影视剧有影响呢? 其实还是渴望开始,渴望当时是那个执笔的叫李小,他五十多几啊,那当时印象非常深刻,他说把字笔写残配了,那我记得。 那时候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况下写这本,不像你现在,现在作家多牛,我都说你得把钱打我帐上,我才能动笔,那过去都是先写的呀,最后都不知道什么情况。 在这个情况下呢,就是,我记得很清楚啊,就是渴望播出以后,那个王硕还是很严厉,那就是说,因为他是个通俗,渴望是个通俗,他写小说也是比较通俗。 我跟文学就好,我十年,十年以后,海马各个听,你不是其中的人吗? 对,海马各个听,是我最后在这个,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,弄完那事我就彻底的理解,文学和武士,彻底的理解,我都不太喜欢那种分散的生活。 那么他们俩之间开始就是相互利用,利用,我这个利用是中性词,不是一个贬义词,不是就是要利用,那咱俩也相互利用。 我让你帮我去主持一个二十周间庆典,那我怎么利用? 我利用一年多一些。 对,对,对,对。 相互利用,相互利用说明你互相有价值的,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。 不是说两人全是没有利用关系,两人全是哥们,那都是在胡扯啊。 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,大院的子弟就一直混起来的,有没有这种呆了的。 太多了,对,你没有商业利益就不会呆了。 你有商业利益,只要稍微有一点过不去就得了。 就是你只是商業裏 理念啊 作品啊 沒那事 所有人都為錢了 那理念沒什麽 過去還有一種掰就是一幫女朋友搞了就掰了 現在這種事搞了就搞了錯了 鄧峰不知道怎麼做的 你知道這他倒不會了 現在就是商 你看掰了的一定是跟錢有份 咱們都公開的啊 咱們只能說公開的 不能說不公開的 咱們只能說張某和張什麼張偉平 張偉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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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們都不會亂 沒理想 幾年沒給他錢呢 那你現在作為過來人 你到現在 你覺得存在不存在一種 年少哥們兒老來伴的現象 會 會 就是咱們所有的商業的東西全都沒了 這個 逆進傑伯兄弟在 鄉峰寧秀 念安愁 吳迅寫得好 好好好 行 馬也給歸結得好 謝謝 謝謝你到點兒 這是作者的一股小歸 張偉平 張偉平 有甚麼咱們全都沒有依照 這個模具Sí都沒有位 昂和偉平encias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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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